延续洗衣卷全球的米其林蜂巢正式登陆到南加州 有一家兼具传统还有创意的华人餐厅 那家小馆 靠着精湛的宫廷菜厨艺 首次在2019米其林加州指南中 摘下了一星级的荣誉 因此这一期的东森美食任务 记者杨平俊就要带观众来直集 清朝正皇期的美食饗宴 在南加州这个美食跟文化的大龙屋里面 有一家主打北京宅门菜的餐厅 能够艳压群方巴得头筹 拿下华人唯一一星秘性称号的餐厅 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到底有什么独家秘籍呢 今天又要心理跟着我们镜头去一探究竟 走进店内到处是古朴素雅 清朝宅门的建筑风格 仿佛让人走入历史长廊 加上那家小馆在食物的摆盘和烹饪上 少有的专注讲究和用心 这份讲信读句 让人愿意不远千里慕名而来 他的家族是那拉市 这应该读第一声 叫那家小馆 他的家族就属于清朝的正皇期 成功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主菜秘制酥皮虾可谓功不可没 独特的油炸方式 在保持虾肉弹性的同时 还难能可贵地保留虾的甜味 就连平日南去除的虾壳 竟然可以一起吃下去 一嫩一脆炒其赞 而另一道霸王黄毯子 同样大有来头 这个黄毯子呢 其实是 也是我们这个创始人 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菜 每年皇帝呢 都会在过春节的时候 会赏赐下边的三军 靠赏三军 然后呢都会亲自来 然后带着很多的那个 山珍甘制的山珍海味 然后还带着很多的鸡鸭猪 什么的一些 然后耗劳这些部队 满桌的食物上桌 最意外的是没想到 中式料的每道菜的摆盘 如此的精致 Korina 我要问你一下 这么多菜 你最想试试哪道呢 刚刚听前师傅说 这道黄毯子这么厉害 当然是要先试试黄毯子啦 好 改吃一下 怎么样 这个味道 非常香浓 而且感觉里面有非常多的胶质 刚刚在我嘴巴里是入口即化 那它里面的料也非常的充足 就整个的感觉非常丰富 真的很像当初刚刚前师傅说 里面有非常多的料 就好料都在里面 其实好料不单这道菜啦 其实我个人来讲呢 我非常喜欢试这道叫香酥虾 真的我不要尝试一下 因为我本身也是很爱吃虾的人 所以平均觉得如何呢 观众朋友你们看 这道菜其实在我们拍的时候 这个虾已经是做出来有一段时间 但是你看到这个整个虾的 整个层次利力分明之外 最主要它能够保证 它到现在依旧是酥脆 这就像师傅所讲的 它的皮跟肉依旧非常地 match 非常地好吃 这原因是为什么能够 一直这么地酥脆呢 我们让田师傅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呢就是在炸制的时候呢 就是把控这个时间 要把控的非常非常 这个点要非常准 我们做这个菜的时候呢 就是三十秒就是三十秒 打造道地中国菜的同时 如何接地气地满足美国民众的味蕾 更是不能忽视 而以江香小牛肉配一式熏芝士 墨西哥的沙沙酱 遇上老北京的酱牛肉 这道中心合璧洛杉矶店独有的美味 就是行政主厨田师傅的拿手绝活 我们叫养这个汤 怎么叫养这个汤呢 就是要投很多的料 这个料酱完了以后 这是不能卖的 然后一直把这汤呢 要的鲜香味要养起来 然后呢才能够再卤制 或者酱制这些牛肉 其实我最想要吃的是 这道酱香香的 真的吗 看着真的还蛮不错 你看这里 还真的有很多气势的力在里面 怎么样的味道 没错 它上面配的是Salsa 所以有一点点酸甜 那它本身的酱牛肉的酱汁呢 又是香而不咸呢 其实这么多里面 我最想吃的是甜点 这么多清八尖里面 其实很难选择 但是我要试一下这个就是驴打滚 这个点心呢做的时候最后要裹成 裹成一层那个黄豆粉 黄豆粉呢在裹粉的时候呢 就好像那个驴洗澡 驴洗澡就是裹沙子嘛 在沙土地上来回打滚 爱美食不只传递 真黄奇的宫廷美食 更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最佳范例 且随着米其林的认可 让中华五千年的饮食文化 即有一道道美食 散播到全世界 作为成功担心的米其林餐厅 自然是客室云来 而各位美食老饕们 想要接着来品尝一下的话 别忘了一定要提前三天来预订哦 以上是有多新闻 葡萄亚明俊 在洛杉矶的参与报道 好吃在哪里 吃什么看这里 狗色新闻美食任务 带您吃片各大美食餐厅 各大异国风味料理 品尝生活 吃出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